隨著比特幣的價值水漲船高 那區塊鏈技術現在也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那雖然區塊鏈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但是它很多方面目前都還沒有到位 比如說在技術上 在社會接受度上 在法規上 以及營運上 實際上目前都還是接受挑戰的 那雖然它很多方面還沒有到完全成熟 可是還是有幾個趨勢的發展 是支撐它往後持續高度發展跟成長 那第一個剛才是所謂的共享經濟 第二是所謂的群眾募資 群眾外包 那還有其他像金融科技 以及新的支付科技 物聯網等技術 實際上都在支持它往後的發展力量 那區塊鏈的話 因為有一個動機就是 比特幣最近水漲船高 所以這樣的技術也是被大家高度重視的 所以我接下來就跟各位解釋區塊鏈 好 那我第一章還是跟各位提一下它的概念 它的概念實際上 我們先把左邊跟右邊分清楚 左邊就是傳統的交易系統 傳統交易系統 我們這邊畫一個皇冠 寫著KING 實際上它是個軍王極權的做法 所有的交易的承認核碼跟不合法 完全就是中央系統的亂體硬體做決定 那這樣的缺點就是它是專屬硬體 專屬亂體 回覆費用貴 所以轉掉到每個人身上的交易費用也是貴的 那新的區塊鏈做法 它是分散式的 中間這一個中心就虛化掉了 變成多個中心 或是不再是哪一中心 或是完全扁平分散 那我們這個表明民主投票室 那這樣的做法是 它安全性和穩定性 可以跟過去的系統幾乎接近 但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 可以很低或者是0 那區塊鏈是這樣的話呢 它雖然說它是一個被看好的新的解決方案 可是它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這邊就有提四個不足的地方跟各位談 第一件事情是它的基礎設計 因為它所有交易 目前以比特幣來講 所有交易每個人都看得到 那這可能有一些那個影視方面的要求 可能有人希望有存取權限 我的交易不希望被別人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每個節點都要保存 保持完整的交易資料也不一定 然後因為它是透過網路 它的交易速度可能也是被質疑的 第二個事情是 營運商它可能也是目前受到很多挑戰 因為它是透過很多分章電腦去構成 所以這些運算率的電費是誰來支付的 然後呢 它的那個交易驗證值以上 目前是設定51%算合法 可是別人會覺得這樣太慢 資本可以縮減 然後其他另外還有所謂的 它後面發展分支 就分支開來 Falk 開來 就表示說他們對後續的經營維護方面 是有分歧意見的 現在已經有點分道揚鑣 那對社會上跟商業上來講 也不是每個政府都承認它合法 然後它的流通性還不夠 比如說你創一個數位貨幣之後 它到底能買什麼東西 還要很久很久的推廣 當然還有傳統的商業的挑戰 傳統的商業會覺得說 你們只是先我交易貝貴 我這樣就是了 或是我把交易的紀錄透明一點 你們可能就不用採行所謂的去快點激素 當然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大家整個社會對這個新的貨幣或是新的交易方式 接受度可能過度期許或過地期許 那這邊就抬一個比特幣 從去年的1月份 476 美元 到最近是10862 佔了 22 杯 就表示它是過度期許的 它不是一個公允的 然後還有更多新的貨幣 像掛牌 我們企業講掛牌叫IPO 上市上櫃 那新的貨幣發行叫ICO 有更多數位貨幣出現的時候 你到底要信任哪一種貨幣 哪種貨幣是多少價值 這個也是有待社會整個要去評定 好 可是雖然說區塊鏈是有這麼多的缺失在 但是它還是有幾個新的趨勢 在支撐它還可以往下走的 我們就組列三個 第一個實際上就是共享機器 大家都知道Uber、Airbnb 這些共享所謂你的住宅 共享這個營運的車子 第二個事情是所謂也是很流行的 群眾外包、群眾募資 這個東西也會支撐這個區塊鏈往前走 第三個當然就是Financial Tech 然後新的支付技術 也是支撐這樣的東西 其他零零總統還有所謂的很多 現在有8萬多個開放專案正在進行 是支持區塊鏈 IoT方面的資料紀錄也在支持區塊鏈 然後新的貨幣發行也是 好 那台灣方面實際上也很積極 如何入圖在發揚這一塊 這邊就有很多公司 很多的機構可以引用在這裡 包含這個是 此款募捐的紀錄查帳 或者說直接那個募資 然後或者提供服務 或是提供建置私有的 或是強化演算法的 或是數位資產管理的 或者是交易平台 或者是技術顧問的 實際上區塊鏈就有非常多的發展 台灣方面已經很好了 已經正在進行 好 那進一步的話我們再談 實際上區塊鏈對台灣市場來講 它的吸引力跟壓力在哪邊 我們把左邊拉成吸引力 右邊以壓力來談 我們區分成六種主要的產業型態 來跟各位談 那對於吸引來講的話 新創產業是很記憶投入區塊鏈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 舊的交易系統的包袱 當然就會很努力的擁抱 那對於校園來講 校園通常是學生很講究創新 他可能在這塊會算先死實 比如說做學位 畢業證書的驗證 那當然區塊鏈會衝擊舊的交易系統 舊的交易系統的話 也會讓一些企業有不同的影響 那這邊受最大壓力影響的 實際上就是金融業 因為他採集的都是舊的交易系統 一旦區塊鏈導入之後 他就會受新的交易系統的壓力 所以他有很大的壓力在做這一塊 那第二個實際上就是服務業 尤其是仲介型的服務業 租人型的服務業 或是戳合型的服務業 他面對的可能是更低的交易費 或是更透明的交易資訊的查詢 所以他們有這個壓力 必須導入區塊鏈 這是我跟各位說明的區塊鏈的趨勢